李家浦是我们这地方最大的急镇 每天早上也是集市上最热闹的时候 而我和师父忙活了一晚上 解决了那帮盗运国宝的东洋人 此时正来到了这里 因为昨天晚上 在东洋人那里得了两块大洋 被阎老九收走了 他许诺要带我去吃大餐 就一个吃饭的地方 你至于想一上午吗 可是这老家伙 领着我在墙根底下蹲了半个上午 竟然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想好 哎呀你懂啥呀 这里边的学问可大着呢 啥学问呢 正当我以为他就是忽悠我的时候 这老家伙终于开了口 哎就让师父 以我这六七十年的丰富生活经验 来教导你一下吧 哎小子 你看到那边那个小饭店了吗 啊啊 他揽着我的肩头 示意我像集市旁的一家小饭馆看去 你走啊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 似乎是又脏又破的 但往往这样的小店都会做出令人难忘的美食 我一看呢 那小店还真的不算起养 是一个清真的小牛肉馆 显得并不十分干净 闫老九的这套说辞 我倒是不反对 这样的小店也许真的有看家的手艺 来 你再看看这边 说到这里 他又拉着我 看向了集市的另一边 你看起来 特别气派的大酒楼 那装修考究 服务热情 来往的人也是一桌华丽光鲜的人物 但是 我知道了 他做的东西都不好吃 错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吃不起 可是啊 我怎么都没想到 结果会是这样一句话 叶老九 那还想个屁啊 我们去吃牛肉加火烧吧 我可不想再和这个没有正型的师傅聊天了 我要吃东西 饿死我了 哎呀 我就是想教你啊 不要看表面现象 你还得看你兜里的钱呢 你别说了 你就是穷 这一通狗屁的大道理 说来说去 那不就是没钱吗 好了好了 咱去吃啊 老板呢 来两盆酱牛肉 再加上六个大饼 好嘞 说实话 那时候我真不理解 现在想想师傅说的很对 有些事情啊 看上去光鲜 实际上却须有其表 而很多不起眼的小事 只要用心去做 往往会给我们惊喜 哎 客官 您的牛肉来了 盐老九 选的这家小牛肉馆 就是如此 老板把拿手的酱牛肉 一端上桌 那浓郁的肉香味 就直勾人的味蕾 让人忍不住的口水直流 哇 好香啊 哎呀 那还等啥呢 赶紧吃 老板大概是很满意 我们师徒俩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那脸上 一直是挂着微笑 哎 师傅 好香啊 太好吃了 可是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俩吃的 那就跟那个饿死鬼似的 这能尝出什么滋味啊 老板呢 再来一盘 而且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他前脚刚端上了一盘牛肉 一转身的功夫 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啊 好 那老板呢 他是开门做生意 各种各样的客人 也见过不少 可是估计从来没见过 我们这俩这么好胃口的 哎 老板 快点 再给我来一盘 当然了 开饭馆的 不怕大肚汗 只要想吃 老板怎么会不高兴呢 于是 他是一盘接一盘地往上端 这一顿饭 我们吃了整整一个多时辰 转眼间 就到了五十 而这个时候 我跟延老九 也是足足干掉了近十盘的酱牛肉 太满足了 师傅 太好吃了 我真的快撑死了 说句没出息的话 那时候啊 我是撑得要死 就感觉自己一张嘴 就能从嗓子眼里边看到牛肉了 老板 再给我来一盘 但是没想到 同样肚子被撑得低溜远的 盐老九 竟然又招手要了一盘肉 师傅 我们都吃不下了 干嘛还要这么浪费啊 说实话 我还是挺心疼的 这也太不过日子了吧 吃饱了就行了 干嘛要浪费呢 这样用不了两顿 那两块大洋就花光了 咱们是吃饱了 那不还有人饿着呢 但是盐老九却不以为然 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木棍 一边踢着牙 一边说他在等人 老板 来份牛肉大饼 果然呢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从门外晃晃悠悠的 走进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板 我心情不好 再给我来壶酒 本店清真啊 不卖酒水啊 就见那个人 低头搭了脑袋 一脸的丧气样 不过呀 我一看到他 我顿时心里就是一机灵 师父 坏了 赵八来了 那个人呢 正是神偷赵八 昨天我们俩偷了夜明珠 没想到冤家路窄了 今天就碰上了 啊 老骗子 小骗子 本来啊 这小店就不大 我的一声招呼 让赵八立马就发现了我们 好啊 原来你们在这儿 突然 我就感觉面前一阵凉风闪阔 这赵八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跟前 你们竟敢偷了我的夜明珠 这时候啊 那赵八的眉毛都立起来了 那五官是猙獰的厉害 你们真的感觉 我赵八爷是泥捏的脾气吗 接着 他把拳头摁的是咯吱咯吱直响 咬牙切齿的就跟我们说着话 你们太小看我了 那眼睛里边的火苗子 都窜起来老高 也难怪上次差点要了小命 他也不舍得放心那颗夜明珠啊 不想最后 竟然被我们给偷了 看着赵八那暴走的样子 我和烟老九的冷汗都下来了 我告诉你们 我赵八可不是吃素的主 呆愣愣地揪着他脑门子上的青筋暴跳 挥起了他那沙包大的拳头 我们俩也是真的有些理亏呀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合适 心里边想着让他揍一顿算了 但是不想啊 我们俩都摆好了挨揍的姿势了 等了半天 可是那赵八的拳头 却迟迟没有落下 我和烟老九等得有些尴尬 于是睁开了眼睛向他看去 没想到这一看呢 我们俩顿时就懵了 原来赵八不但没有动手 反而十分恭敬地跪在了我们的跟前 师父 请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接着就见那赵八 快速地拉住了盐老九的袖子 非得要拜他为师 没想到 您竟然能从我身上偷走东西 您一定是江湖上的一等一的大盗啊 听他这么一说呀 然后是盐老九一向脸皮厚的那脸上也都撑不住了 这话怎么听 怎么都不像是夸人 我那时候还小 那有些理解不透 心想啊 这赵八估计是受什么刺激了 这是不是神经作乱了 师父 求您收我为徒吧 教我那些神偷的绝迹 好不好 其实啊 现在想想来也对 正所谓啊 这个钱压奴背手 一压当行人 身为神偷的时候吧 被别人偷了 他当然是敬佩无比啊 这个 好吧 真的 师父 您收了我了 太好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 那厚脸皮的盐老九 竟然装模作样的 答应了下来 那我就 先给你讲一讲 这盗门里的传统吧 接着 他就一本正经的 讲起了关于偷盗的事 那架势 那态度 那拿捏的可有派头 一副老江湖大盗的模样 要说论偷啊 这自古就有 传承了千年啊 它属于三百六十行之一 那也是出了无数的能人意识啊 你还别说 什么东西从盐老九的嘴里一讲 那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先不说侠义小说中的石千尔和杨湘武 就是秦始皇嬴政 与明太祖朱元璋 据说在梅城市之前 也都做过梁上的君子 而且 你要想练习好这个偷技那可不简单 除了从小习武 轻功以外 从火炭中取利之势 那更是基础入门的必考经验呢 你若想更进一步 那滚烫的热油之中 扔下一个猪昏油 趁着没有融化之际 火速地伸手捞出啊 这可是一步留神呢 手就得被砸熟了 而且啊 这水平一般的人 那根本就做不到 凡是能完成的人 那都是大神 后面天下 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啊 这烟老九讲的这些 不仅是我 就连赵八也是闻所未闻 当时啊 我们俩就听傻了 啊 师傅 您的绝技这么高 这些考验 一定都经历过吧 看烟老九连赵八都能偷啊 这大概是什么火中取栗 油锅捞油的事啊 他都做过 嗯 那当然 这个 当然没做过了 那油锅炸住体人 这么傻的事 我怎么能去做呢 我又不是傻子 可是啊 慷慨激昂地讲了半天的烟老九 一句话 就把我们那点敬佩的心 给打没了 啊 那些呀 那都是小儿科啊 为师我练的 可是神仙之术啊 不过 烟老九显然是身长不漏的 一抱肩膀 又跟我们讲起了一个 玄之又玄的事情 你们可曾听说过仙术 叫做大班运 说实话 阎老九讲的这个大班运 我在说书先生那儿听过 那可是神仙的法术啊 来来来 咱们这 这个 这么干说呀 太空洞了啊 这个 为师今天就让你们给开开眼啊 看着我们俩不可置信的样子 他倒是没有再多说 要直接给我们俩演示一下 哎 你看啊 我现在手里边是不是这盘牛肉啊 说着 他把之前要的那盘牛肉就夺了起来 看好了啊 我就放在这儿 然后当着我们的面 就放在了桌子上 并且嘱咐我们俩 仔细地盯好了 你看啊 我呢 准备当着你们俩的面 我把他的给偷走 你们可千万别眨眼睛啊 我这可就要开始了 让他这么一说 我和赵八的眼睛 那顿时就睁大了 一化开天分上下 万物散去归于尘 无论世间万万物 听我调遣随我心 说着 就见他闭上了眼睛 那一脸认真的就念起了咒语 你们看好了啊 走 因为阎老九啊 他平时总会展现出 许多的这个 诡异离奇之术 我不由的 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嗯 好了 没了 可随着他 在我们身后的一声大喊 我和赵八把眼睛 瞪得都不敢眨 可是那盘牛肉 那不还是好端端地 摆在桌子上面吗 师傅 您蒙人哪 这不还好好的吗 这赵八呀 都没好意思问出口 但是我可不管那一套啊 这不就是不要脸的蒙人吗 哎呀 我说没了 那就是没了 可是这阎老九 一副厚脸皮的样子 淡定得很啊 接着 他不紧不慢地 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个小钱袋子 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还没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见了赵八啊 脸都绿了 啊 你什么时候偷走的 原来啊 这个竟然是赵八的 赵八身为天下第一神偷啊 竟然连续被盐老九偷了两次 此时啊 这个心中的震撼是可想而知啊 这时候我总算是反应了过来 什么大班运输啊 这家伙就是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借机下手啊 哈哈 这倒数最高超的是脑子 而不是靠手 那样只能算是笨贼 用脑子 用脑子 我还是觉得盐老九 这不是什么真本事 隔一边的赵八却一脸深沉地念叨了起来 师傅 您真是高人啊 哎呀 那个 行了 起来吧 这赵八呀 想了一会儿 竟然又一次给盐老九跪下了 看来啊 他是被盐老九成功地给洗脑了 这一副心悦成福的样子 老板 再多来几盘牛肉 今天我拜师 高兴 哎 小生子 你瞅瞅 你师弟这可比你会来事啊 师傅 我这就成大师哥了 这收徒之事竟然定下了 我们免不了的又吃了一顿 作为见面礼啊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诡异神头的故事 啊 师傅 您太好了 而盐老九也没有白收徒蹭饭 像不像样的 给我们俩讲了一个关于诡异神头的故事 这话说呀 在晚清之时 京城的一个大户人家正在接生 按说呀 这天丁增口是个好事 可这孩子啊 一连生了两天两夜 也没生出来 接生婆这一连都换了好几个了 好不容易孩子终于出来了 可大家却傻眼了 老爷 您别着急啊 会平安无事的 啊 这 这 这啥呀 孩子的哭声一响起 就把外面苦等的家人呢 都给惊动 大家纷纷聚到了产房的门前 可是等了半天 出来的 不是接生婆抱喜的笑脸 而是她面无血色的惨白大脸 老爷 生 生了 就见那接生婆呀 正哆哆嗦嗦的 从产房里面爬了出来 哆嗦的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生了个 妖怪 缓了好半天呢 才结结巴巴的说出 夫人生下来的 竟然是个妖怪 哎 老爷 你慢点 那家的老爷 怎么都不相信呢 接生婆的话 一把就推开了他 就冲进了产房 可是当他一看到这孩子 那脸色顿时就变了 吓得是冷汗直冒 双腿直打颤 那刚刚生出来的孩子 竟然是一个长了三条手臂的怪胎 不仅如此 在那孩子的胸口处 似乎还长了一张脸 虽然不太清晰 但是五官俱在 看着是十分的诡异 害人呢 那家老爷 给接生婆一大笔的封口费 让家人也说 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实际上 把那孩子偷偷的就给扔掉了 在那些年 这种事是非常不吉利 人们大多数都很迷信 那家的老爷 认为这是妖孽转世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下的 就这样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就被简单的包裹了一下 就扔到了荒山之中 本来这孩子是必死无疑的 别说刚出生 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在深夜里边 那冻上一晚上 那也受不了啊 更何况这山林之中 还有无数饥饿的豺狼恶狗啊 可是这孩子 也算是命大只 他的哭声不止 引来了狼群 也引来了一个人 这人呢 轻轻地抱起了孩子 一眼就发现了这孩子的 妖异之处 不过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因为孩子的 诡异模样而害怕 反而显得异常的高兴 这嘴角啊 还不自觉地上扬了起来 接着他就兴奋地大笑声 响彻了山林 从此 一个天生异禀之人 开始了他诡异传奇的一生 这就没关系 看着你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